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Peggy 谢谢大家参与由技术共享专业论坛 心力大学举办的技术小聚活动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让AI帮您提升顾客满意度 打造VoicePod语音机器人的三大关键 根据Juniper Research的调查 2022年,美国至少有55%的家庭会有一台语音喇叭 另外根据Azobe的调查 超过71%的企业主管认为 语音搜寻可以强化顾客体验 由此可见,语音服务已成为市场趋势 今天讲师将用轻松易懂的方式 透过实际案例带大家认识 建置语音机器人的关键 活动进行中若有任何疑问 我们会在最后的QA时间 由讲师一起解答 现在简单与各位介绍今天的讲师威力 威力专注数据应用科技17年 能跨领域整合应用需求 领域知识与技术 协助客户规划最佳应用方案 包含智能客服 AI语音应用 商业智慧 大数据平台等 此外 威力曾负责龙头金控与电信集团之 大数据系统专案 推展资料探勘 与推荐系统之多元应用制 电子商务 零售业与金融业客户 成功案例包含联电 国泰人寿 研华科技与远传电信等 等一下在活动过程中 若有任何疑问 欢迎随时在对话框提问 我们会请讲师在最后的QA时间 为大家解答 现在我们邀请讲师 开始今天的讲座 各位大家好 我是威力 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进行 我们这一场的一个技术小剧的分享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这个 就是这个怎么打造出一个好的VoiceBar 这个语音机器人的一个关键 那透过这个VoiceBar呢 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服务 给我们的顾客来提升客户的一个满意度 好 那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包含四个部分 第一个首先我们会来谈谈这个 CheckBar跟VoiceBar之间的关系 他们目前发展的一个现况 跟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第二个部分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主题 怎么打造出一个好的VoiceBar 那这里面关键的功能跟设计的方法是什么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会介绍一些企业应用的一些案例 跟一些功能的一个展示 那第四个部分呢 则是针对大家的一些问题呢 我们来做一些互动跟讨论 那首先不管CheckBar或是VoiceBar呢 他们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服务的工具 而这种服务的工具呢 也是历经一个演变的一个过程 从一开始的这个我们透过电话 然后我们透过Email 透过这个网站 甚至透过这些社群的平台 我们一路以来都是希望透过一个更便利的方式呢 来提供这一个更好的服务给我们的这个使用者 那到现在呢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个更便利的方式 也就是所谓的交谈式的一个对话 也就是所谓的CheckBar的一个服务 让使用者只要输入一些文字 那我们的这个CheckBar这个机器人呢 就可以了解他的意图 然后提供最好的一个回应 那这样的一种交谈式的应用呢 在国内外各种不同的产业呢 都已经有蛮多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 那这也代表了这种CheckBar的一个应用呢 是真的可以带来一些实质上的一些效益 包含了就是能够让我们更有效的去利用我们的人力的资源 客服的资源 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吸引到一些新的客群 甚至可以带来一些收益的一个提升 所以这种交谈式的一个应用呢 也是目前呢各个领域的这个企业 他们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那CheckBar本身的一个发展呢 也历经了一个历程 从一开始 只能透过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剧本来执行 然后提供比较固定的一个内容 到开始利用一些关键字的一些判断 然后依照判断的结果呢 来提供不同的一个服务 到第三个阶段呢 真的利用AI的这个技术 能够呢去理解使用者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意图 然后呢跟他们进行一些互动的一个对话 来提供最精准的服务 那目前大部分这种CheckBar的一个应用的阶段呢 大致上都是属于第三个阶段 这样的一种交谈式互动的一个阶段 那当然在未来呢 我们还是希望CheckBar呢 它可以越来越聪明 能够变成真的是一个顾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不只能够更深度的去理解使用者的一个意图之外呢 甚至能够做到预测 然后提供一些建议 帮我们做到一些决策的一个资源 甚至可以帮我们采取一些行动的方案 比如说结合RPA的平台等等 那有关这个CheckBar的未来的发展 我想在各个不同的一个专家 他们都提出许多的一个看法 可是他们不约而同的呢 其实都提到了一个趋势 也就是结合语音 是CheckBar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甚至是有名的这一个研究的机构 Gartner他们也提出相同的一个看法 也就是说呢 在未来呢 各种的一个应用呢 应该都要考量到这种 以语音方式的 这个输入的这个功能 来做一个思考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呢 在过去呢 我们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强调的是 透过这种友善的图形化的一个界面呢 来透过这种GUI呢 来让使用者呢 可以很便利的 自己去找到他要的服务 那到了这个CheckBar这种所谓的CUI 也就是这个交谈式的一个界面 我们强调的是 可以透过很便利的一个方式 只要输入文字 然后呢 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回应 你所需要的一个资讯 那到了VoiceBar呢 我们则是更强调的是说 直接透过用讲的方式 可以更快速 然后呢 更直觉的 跟使用者来做一个互动 然后呢 让他们可以更快的 去取得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也就是说呢 VoiceBar的这种机器人的关键呢 就会在于说 我怎么去打造出一个 很好的 很友善 而且可以很直觉的这个VUI 这个Voice UI的这一个部分 而CheckBar跟VoiceBar呢 他们的关系呢 并不是要互相的去取代 而事实上他们是一个互补的一个角色 他们各自有他们适合应用的这一个情境跟场域 那这边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我想要挂号 那可能目前我想要挂号 可是我还不知道我想要找哪一位医生 然后我可能想要看看哪一天人比较少 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利用CheckBar 那很快的去 透过他的一些选单来点选 比如说医生的一些资讯跟专长 让我来理解 然后呢 顺便看看哪一天这个人比较少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来做一个选择 然后呢 完成我的一个挂号 可是我的 假设我的状况跟需求是 我已经想好哪一天了 然后呢 我也决定好是哪一位医生了 这时候其实我就可以直接 透过这个VoiceBar 那直接跟他互动 把我的需求跟他说 那他就可以很快的帮我完成挂号 所以这两个 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呢 其实他们在我们 现今提供服务的这个角色来看呢 是一个搭配跟互补的一个角色 我们要去思考说 哪种服务是由CheckBar来提供 哪种服务是由VoiceBar来提供 那VoiceBar其实已经是 这样的应用的这个案例跟场域呢 其实已经越来越多 我想在消费端呢 其实已经有蛮多这种案例 他们可能叫做语音助理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他 只要用讲的 他可以帮我打字 或是在一些家电上呢 他可以帮我转台 或者是播放音乐 甚至在车子上呢 他可以帮我找路 帮我导航 不过这样的应用场景呢 会比较像是他只是帮我去执行一些 我所需要的一个指令 那在企业端呢 我们在思考 怎么利用他来提供服务呢 只要考虑到更多的一个角色 那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一个企业 他们在思考说 那我怎么去运用这个VoiceBar 所以比如说他们会开始在原本的一个 chapbar上面呢 去加上这个语音的功能 让使用者也可以透过用讲的方式来做一个输入 然后呢 甚至可以聆听一些结果 那另外甚至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呢 他们去思考要打造一个纯语音的这个VoiceBar 这个机器人 然后呢用他来服务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个客人 所以关键就在于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打造出一个 好的这个VoiceBar 那首先我们就来谈谈 这个一个VoiceBar呢 需要哪些关键的这个模组跟功能 那VoiceBar呢 他主要就是透过这一个语音对话的方式呢 跟我们前端打电话进来的使用者呢 做一个互动 那对话 然后提供这些服务 那他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呢 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听得准 也就是说呢 他要能够呢 很准确的去辨识 去聆听 这个使用者所讲的话 然后把这样的话呢 转换成这个文字 让我们做后续的一个利用 那第二个关键呢 就是能理解 也就是说呢 他要能够把这些使用者所讲的话呢 去理解他背后的一个意图 跟里面包含了哪些内容 然后呢去思考应该如何回应 然后产生出一个回应的一个答案 那第三个部分呢 这个回应的答案呢 他就要能够呢 用很正确恰当 以及我们所需要的方式呢 去把它讲出来 让我们的这个使用者可以聆听 所以基本上三个关键呢 其实就是说 这个VoiceBar要有一个好的耳朵 跟一个好的大脑 跟好的一个嘴巴 就是三个核心的关键 那这三个核心的关键呢 也对应到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模组 也就是这三个核心的模组 那第一个模组就是这个语音辨识的模组 那他里面的一个关键的技术呢 叫做STT或是叫做ASR 那他的功能呢 就是把声音转换成文字 那以这个例子来看呢 他可以把使用者讲的一段话呢 解析成文字 比如说我要定中秋节的机位 那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内容呢 就可以再交由我们第二个模组 也就是语意分析的一个模组 来做一个处理 那他这边用到的一个关键的技术 叫做NLU 那我们等一下会做西部的说明 那他主要就是能够去把这段话呢 去做一个语意的分析 然后产生出一个回应的答案 比如说请问您的出发日期 那这样的一个答案呢 就要透过我们第三个模组 就是语音合成的模组 来把它输出成所谓的语音 那他的一个核心的技术叫做TTS 所以一个Voice Bar呢 他主要就是透过这三个关键的模组 这个接力的合作 来做一个基本上功能的一个运作 那接下来我们就针对每个模组呢 做西部的一个说明 那第一个模组这个语音辨识模组呢 那目前呢 主要的一个技术通常也都是透过所谓的深度学习 也就是AI的这个技术 来建立这个语音辨识的这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呢 他需要能够去接收我们前端所传送过来的这个声音 那这个声音呢可能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品质 可能依照你的这个境线的一个来源 可能有16k或是8k的这个声音 那他就要能够去处理解析这个声音 然后把它转换成相对应的这个文字 那一般来说呢 这一个目前的一个辨识率呢 基本上都会有8到9成以上的这个准确率 那通常这样的模组呢 他必须要能够支援所谓的客制优化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能够依照我们的需求 然后呢去针对这个模型呢 进行一个客制化的一个优化的一个训练 那我们可以使用我们所需要的一些专有名词 语料或是一些录音档 来对这个模型呢进行加强的一个训练 让这个模型呢能够强化去辨识 我们所特别需要的一些 比如说专有的词汇或是内容 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一个辨识率 那甚至有的产品呢 他们还可以呢做到更进阶的处理 比如说针对辨识的结果呢 还可以再进行这个断句的处理 或是补上一些标点的一个符号 让我们做更好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运用 那其实这种模组它的一个核心的技术 我想每一家厂商都有它各自的一个特色 不过基本上大概都会谈到三个 比较共通性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是这个升学模型 升学模型呢 它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去解析这个声音 然后利用声波呢去判断出这个因素 那通常这边会需要去考虑的是 它能不能处理一些各种状况的声音 比如说你的噪音 你有一些环境音或是你有高低音 或是你会有这个停顿或是快慢的状况 我们都必须要能够有效的去处理 然后或解析 那当我们解析出这个因素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交由这个语言模型去做下一步的处理 也就是把这个因素呢 转换成这个正确的一个文字 那通常这边的一个需求是要能够去判断这个上下文的关系 因为这个文字的内容呢 通常我们会需要判断上下文才能够去决定出最恰当的一个文字 就如同这边的一个例子 我想要定位晚上七点 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字才是对的 那这个就要看我们上下文的一个关系 甚至考量到前后的一个对话 这个都是需要去考虑的 那第三个部分是所谓的文本规整 就是说我可以针对这个辨识后的结果 依照我的需求呢 再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转换 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看呢 我要提供5%的优惠折扣 那有时候我会希望这个5%呢 它可以是这个数字跟符号的一个5% 那就要看这样的一个机制 是不是能够提供这样的弹性 那当然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提供这个后续做更好的一个运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做一个基本功能的一个展示 也就是说呢我可以去把一个声音 然后呢辨识成这个文字 那等一下我们demo呢 我们会有一个声音哦 就是它会去念一段文字 然后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做一个解析跟处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展示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在刚刚这个demo里面呢 我们的这个声音哦呢 它一边一边念 那其实这个模组呢 它就可以几乎是同步的去做一个辨识结果的一个产生 那同时它可以处理几种状况 比如说善小美 这是一个破音字 或者是像这些身份证字号啦 日期啦 甚至有包含这种中阴夹杂 Master信用卡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些效果呢 都是可以透过这个模型的一个训练 跟这个优化呢 来达成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模组 就是这个语意分析的模组 那语意分析的模组呢 顾名思义 它主要是帮我们做这个语意的一个分析跟理解 那过去我们比较常用的做法 其实是所谓的关键字的比对 也就是说呢 我去比对使用者这句话里面的 这个关键字 比如说我听到下雨 天气 那我就提供这个天气的资讯 那比如说我听到付费或购买 那我就提供商品的一个购买说明 所以其实它的原理呢 是透过比对话里面的关键字 所以它的回答会比较粗略 也比较不精准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要建制跟训练呢 都会非常的耗时费力 因为其实我们很难去穷举所有的这个比对的规则的 所以后来的演技能已经进入到使用这个自然语言理解 也就是NLU这样的一个技术跟方法 那透过这样的方法的好处是我们可以识别这个话语的内容跟意图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去深入的理解这句话里面的意思 那也因为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去回答更精确的一个内容 那这样的一种方法呢 其实它提供了一种系统化的一种训练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去训练出这样的一种模型 这样的一种大脑 那这样的大脑呢 它就是可以非常的聪明 可以去应对我们真实人类对谈的一个情境 那这样的模组呢 它包含两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机制 第一个是NLU的语意理解的一个机制 那这边我要说明两个它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功能 第一个是意图 第二个是实体 那意图指的是 通常指的是使用者他想要的一个服务 有哪些的服务 那一般来说也就是我们机器人会提供哪些的这个服务的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去透过训练的方式呢 去定义 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呢 有哪些的这个意图 那我们就可以训练说 当这个大脑他接收到什么话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去判别说 这样的一句话 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意图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实体 那实体指的是这句有意义的这个专有的一个名词 比如说地点机构时间等等的这些专有的名词 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定义跟训练的方式呢 去让我们这一个大脑呢 去理解说我这句话里面呢 包含了哪些实体 那这个是他的两他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功能 那另外的一个机制是FAQ的一个精准问答的机制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个问答的题库 那当我们要运用的时候呢 我们会先全盘的去搜寻这个题库 然后从里面呢 去找出比较可能的几个项目 再针对这些项目呢 去做更精确的一个信心的评分 也就是说呢 哪一个答案呢 我对他有比较高的这个信心的分数 那我们就把最高分数的那一个呢 当作我们预测的一个答案提供出来 那这边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就是一个怎么辨识意图跟实体 像左边这边呢 是我们的这个一个示意的一个界面 那比如说今天使用者讲了一句话 我要订明天下午到台北的票 那这样的一句话呢 透过我们的这个模型呢 他就可以做意图跟一个实体的一个解析 所以他解析出来 这句话里面呢 包含了两个时间 跟一个地点 目的地 就是明天下午 这两个时间跟台北这样的一个目的地 然后这句话呢 他有95%的这个可能性呢 会是属于订票这个意图 那我们就可以依照这样的一个判断的结果呢 来决定我们后续应该怎么回应 比如说我就要继续访问他 那更细部的一些资讯 那我们也可以依照呢 这样的一个分数呢 来决定我们后续怎么处理的几个不同的类型 那就是说这个分数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门槛值 我们可以订定这个门槛值跟次门槛值 那如果超过这个门槛值就代表 我对这样的一个回应呢 是很有信心的 那我可能就可以直接回应给我的使用者 那假设是介于门槛值跟次门槛值中间呢 那可能变成我可能是稍微比较没把握 这时候我可能就要访问或者是说 做其他的这个处理 那假设是连次门槛值都不到呢 那这时候呢 那这时候呢 我可能就要再问一次 或者是说就改由真人来处理 这个就是后续可以做的几种的这个判断 好 那我们的这个语意分析模组呢 基本上它就是透过我们NLU跟FAQ这两个机制 或者是说引擎的一个合作来帮我们的去处理使用者的这个问题 然后帮我们产生一个回应 也就是算出一个答案 那通常NLU这个机制呢 这个引擎它主要是处理一些可能比较没有固定问题的这个状况 那通常它可能需要串联到我们后端的系统去取得一些答案 比如说我这个月的信用卡要缴多少钱 这样的 通常这一类的问题 它是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那另外一类像FAQ 它比较是处理有关这个有固定问题的 比较属于咨询类的这个问题 那比如说这个白金卡有什么样的一个优惠 那这可能就交由FAQ这样的一个机制来处理 那透过这两个机制的一个合作呢 那我们算出来这样的一个答案或者是说可能要再访问 或者是说信心分数太低的话呢 我们改由这个真人来接手 这个是大致上的一个整个模组运作跟处理上的一个流程 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第三个模组 就是语音合成的一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基本上它的功能呢 就是把我们所需要回应的这个文字呢 把它转成语音 那这边的需求当然是要能够做到 这个语音输出的语音呢 是非常流畅跟自然 那就好像真人一样 而不是说像一听就很像这个机械人的声音 所以这边的需求呢 就是要能够提供很多元的这个效果的这个参数 让我们去灵活的使用 甚至是可以依照我们的需要呢 去克制这个合成的这个声音 比如说我想要用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声音 比如说像林志玲的声音啊 或者是说像汤姆汉克斯的声音 我想要用女声一点的还是男声一点的 这样的声音呢都可以依照需求呢来做一个克制的一个调配 那另外一个需求呢 就是要能够依照我的规则来制定我的一个发音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我有一些特殊的念法 我就希望他能够这样念 可能为了一些吸引上的一些效果 那这个是这个模组基本上的一些功能跟一些需求 所以刚刚有提到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提供这些合成的一个效果 就包含说你要可以去指定像你的音调 你的语速 包含你的这个语言 你要用哪一国的语言来讲 那你需要套用什么规则 比如说针对手机的这个号码 我要怎么念 针对室内电话 我要怎么念等等的 那包含你可以设定像停顿 你的强度 一些指定的念法等等 那这些都是 以目前来讲市面上的这个产品呢 基本上都可以提供 类似这样的这些效果 让我们去做一个设定 来调配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声音 那接下来呢 我来做一个这个功能的这个展示 就是说等一下呢 我们这个模组呢 会针对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一段话呢 去把它把这个文字呢 把它输出成这个声音 然后把它念出来 那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功能的展示 三小姐您好 您名下的Master信用卡可用余额是新台币10万5千元 本期账单费用是新台币3万5千元 提醒您缴款期限是10月25日 欢迎利用我们的银行APP的线上缴款功能 若有现金需求 预见现金的优惠利率是14.99% 欢迎您参考使用 谢谢再见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在刚刚这个demo里面呢 现在这些语音合成的模组呢 都可以帮我们做到一些效果 比如说他可以念出这个破音字 然后呢去念出这个中音夹杂的状况 然后去念出像这个金额 或是像日期 或是像这些汇率 等等这些念法 那可以使用这种比较流畅啊 比较像真人这个声音呢来念 那刚刚介绍完了这三个模组 接下来我们来说明说那这三个模组呢 要怎么跟我们的这个环境呢 做一个串联跟整合 那通常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呢 可能我要透过呢这个电话 来做一个进线的服务 那这时候呢就需要跟我的电话的相关的系统呢 去做一个搭配 那这张图呢 我们从左到右来看 就是说呢 左边是我们的使用者 他可能透过这个电话打进来 那通常我们会有一个 这个客服专线 那这个专线呢 就是连接到我们后端的这个 客服的这个电话系统 比如说这边显示的这个IVR的系统 比如说可能我们是用Genesis 或是用Avaya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这样的系统接收到这个 前面的这个电话之后呢 他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声音呢 转给我们后面的这个机器人去做处理 那目前主流的这个技术呢 是透过这个MRCP 这样的一个协定跟功能 来做这个资料的这个传输跟交换 所以MRCP的这个Client呢 会把声音呢 传给MRCP的一个Server 然后做一个接收 然后呢 就会交由我们语音辨识的这个模组呢 去辨识这个声音 然后把它转换成这个文字 然后交由我们最右边的这个智能大脑呢 去做一个分析 跟产生这个回应 那大脑所产生这个回应的这个文字呢 会交由我们的这个TTS 语音合成的模组呢 去把它转换成声音 那一样呢 再透过这个MRCP的协定呢 交由我们的这个IVR的系统 去做一个接收 然后呢 把它播放给我们前端的这个使用者来做一个聆听 所以基本上呢 这边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上呢 我们就是要去考虑说 怎么跟我们的这个电话IVR的系统去做一个串联跟一个搭配 那另外针对我们的这个语音机器呢 没办法 还没办法完全服务的这个状况 可能我们会需要呢 做一个转接真人的一个动作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 依照呢 这几个主要的部分呢 来做一个设计 那第一个部分是 这个业务的逻辑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去定义哪些状况呢 我们要切换 然后改由真人来接手 那我们要去把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条件 跟规则把它定义清楚 那定义清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依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呢 来设计系统这个切换 跟串联的一个流程 比如说呢 在什么状况下 我们的机器人要能够呢 去把它切换给我们的这个IVR 通知我们的IVR 那IVR呢要把这个 呃 线电话呢 那转接给对的一个真人的客服来做一个接听 好 然后做一个切换的这个转接的一个动作 那通常的做法呢 则是会透过呼叫这个API 或是参数传递的方式 来做一个这个衔接的一个切换 那甚至呢 还需要呢 把这一个 呃 刚刚机器人所服务的这个对话的历程呢 然后呢 显示给我们的真人来做一个浏览 那这样他才知道说 啊 怎么去接手 那之前机器人服务到哪里 基本上就是要去定义这个切换的业务逻 然后系统流程跟怎么串接的这个参数 跟传递的方法 好 刚刚有讲到了这一个呃 关键的一些功能的一个需求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一些设计上的一些思维跟方法 好 这边分享三个关键的一个思维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能够定出很具体的目标 您可能想说我想要打造一个万能的一个机器人 可是我们其实不是要做一个全能的聊天机器人 而是要能够符合我们业务需求的机器人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能够很明确的去定义 我们这个机器人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那他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满足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一个呃 机器人呢 才比较容易呢 打造成功 打造出一个真正能够带来效益的这个机器人 那第二个部分呢 则是我们要有正确的一个方法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想说 那我的流程很复杂 那这样真的可行吗 会不会最后只是变成一个噱头呢 那其实有各种国内外的这个案例呢 其实可以显示其实不管是checkbar或是voicebar呢 其实在各个产业呢 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出现 所以我想关键是在于说 我们是不是有采用到正确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我们有采用到正确的方法 那其实会鼓励大家 我们应该要勇于尝试 勇于创新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所谓对的方法呢 就是第一个 我们要采用真正AI的这个演算法跟技术 那我有透过这样的技术呢 打造出来的机器人呢 他才能够呢 聪明的去理解使用者的一个意图 而不是透过这些关键字的判断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要采用情境化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设计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设计出来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方法呢 才能够呢 有效的跟使用者互动 然后呢去提供他所需要的一个服务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要采用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法 那我有透过这样的方法呢 所训练出来的机器人呢 才能够呢 持续的自我学习 那我们只要输入这些训练的资料 他自己就可以呢 变得越来越聪明 而不用呢 靠我们呢 很辛苦的去定义这些关键字 那再来当我们在打造这些机器人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请厂商来协助 那这边的他呢 左边这边的他呢 指的就是厂商 那是不是厂商一次做好上线 那就好了 那其实不是 上线之后呢 其实才是挑战的开始 因为上线之后呢 我们的机器人呢 才会面对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挑战 那有些可能是我们之前 没有特别去想到的这些需求 所以 一个 这个 Voice Bar呢 要能够好呢 我们要能够持续的去梳理 我们AI的这个模型 然后新增这些好的训练的一个资料 准确度才能有效的提升 也就是说呢 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工具 然后才能有效的去支援 我们在后续维运 跟训练上的这些作业 让我们呢 可以呢 很有效率的去 持续的去训练跟优化 我们的这个 这个机器人 好 那分享完这个关键思维之后呢 我们就来谈到底要怎么做 那第一步呢 就是要能够去设计跟定义 我们机器人所要提供的这个服务 那通常这边建议的做法呢 是我们可以参考我们实际上的一些业务流程 跟如果有相关跟客户的一个对话 可以从这边呢去做一个归纳 那当然也是依照我们的目标 然后去呢去从这里面去归纳出 我们要提供哪些服务 然后呢可以去思考说这些服务会有哪些的操作行为 比如说我是要订票 我是要退票 等等的这些操作行为 然后呢我这些服务呢 会有哪些细部的这些项目跟内容 我们可以去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去把这样的一个服务呢 逐步的去定义出来 那定义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要针对每个服务呢 我们去设计它的一个VUI 就是这个Voice的UI的这个界面 那设计的方法呢 可以参考这四大阶段 来做一个规划跟设计 第一个阶段呢是所谓的使用者研究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针对每一个服务呢 去大致的去归纳出使用者的这个情境 以及它的使用上的这个 从头到尾的这一个步骤 也就是所谓的使用者的旅程 我们要能够先初步的去 把这样的一个流程呢勾勒出来 然后呢 藉由这样的过程去 汇整 使用者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那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需求要满足 那假设 市场上已经有类似的这一个服务或功能 我们也可以参考 可能不一定是竞争者 或是可能我们类似的这一个厂商 或是企业他们所提供的这个服务 那我们可以去参考他们的一些做法 或是实际使用上的一些评论 那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方向 那第三个部分呢则是要针对我们的机器人在这个服务里面呢 所扮演的角色呢去做一个设计 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呢在这个服务里面呢 他扮演的角色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类型 比如说他是属于比较这个主导型的 比较属于能够主动引导的 还是说呢他是比较属于辅助性质的 只是比较被动的提供一些资讯 这个都是可以去依照需求去做一个设计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服务底下呢 他要我们希望他能传达出什么样的形象 也就是说他所要使用的这个语音的这个感觉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感觉 那通常这边呢也要去考虑到我们的一个受众 就是我们使用者他的一个口音的习惯 比如说他们习惯听什么样的口音 习惯讲什么样的口音 那第四个阶段呢就是要针对 刚刚我们所做的这个初步的使用者的研究的这个旅程呢 去做更细部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对话的一个设计 那就包含了从触发 然后引导聆听到后面的这个回应 这样的整个细部的一个过程 那把这样的一个细部的流程呢 更细部的去设计出来 那这边就以一个例子呢 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通常我们会采用的就是所谓的情境式的 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模拟 那我这个例子呢是一个机票定位的一个例子 所以左边这边是所谓的使用者 那右边是这个机器人 那比如说使用者讲了我想定位这样的一个话 那这时候就触发我们整个的一个对话的流程 那假设呢我这个服务呢是有一些限制 或是有一些特别要说明的 那我必须要在一开始就先讲 比如说我目前仅提供有票的定位 请提供联络电话 那必须要先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那再来呢就是依照我们的情境呢 逐步来引导 比如说我询问他电话 然后还有呢这个起乘地跟目的地 那当然呢我的后面的相关的模组呢 就要能够去处理使用者所讲的话 去做一些辨识 那通常呢我们也会针对使用者所讲的这个话呢 我们会做一个确认跟引导 比如说我们就会询问他是否正确 那当然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引导他说出正确或是不正确 那为了让整个对话流程可以更精简快速 那我们也可以针对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 资讯呢去做一个合并询问 比如说出发日期跟时间 我们就可以一起问 那使用者呢就可以呢 用他比较习惯的方式呢 来做一个回答 比如说他就回答2月28日早上10点 或者是他也可以回答明天早上10点 那这样的一种弹性呢 都是可以透过训练的方式来做到 那再来就是 当我们收集完这些资讯之后呢 可能我必须要串接后端的系统 然后去查询一些像航班的资讯 那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考量在这个空档呢 播放一些音乐 来做一些电档 那最后呢 我们通常会需要去附送 使用者所讲的这些内容 来做一个确认 那这时候就需要去考量到说 那我们的这个需要附送的这些资讯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正确的去做一个发音 那在要结束这个对话的最后呢 通常会是需要做一个结束的一个提醒 这样使用者才能够知道说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对话要结束了 那通常也可以说 再询问他是不是有其他的需求 或是直接跟他说 谢谢您的来电再见 那这样就是一种所谓的使用者旅程 那我们采用这个情境的方式来做一个模拟的设计 那大致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境模拟设计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呢 再更细部的去设计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大脑耳朵跟嘴巴 那针对大脑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依照 刚刚我们所归纳出来的这一个 这个情境里面的相关的意图跟实体 我们去做一个定义跟训练 所以我们会输入跟这些实体跟意图 相关的这个语料 来让大脑去做一个学习 比如说今天台北会下雨吗 我们会输入类似这样的一个语料 让使用者去训练说 当他听到这样的类似的一个语句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他是跟天气查询是有关的 那针对这个耳朵 就是语音辨识的部分呢 则是我们要考量几个不同的部分 也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辨识的语言有哪些 然后呢 针对我每个服务里面会提到的这个内容 比如说一般性的用语 或是特别跟我意图跟实体相关的这些语句呢 我的这个耳朵有没有办法呢 正确的一个辨识 那尤其是针对一些里面可能出现的这些专有名词 或是惯用的口语 那我的这个耳朵呢 能不能正确的辨识成这个文字 那如果不行呢 可能我就要再透过这个音档标注的方式 或是一些优化的方法来做一个加强的训练 比如说我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 比如说中音夹杂或者是一些讲话的口音 那这些都是可以透过一些后续的一个训练跟优化 让我们可以正确的去处理这些各种不同的一个状况 那第三个部分则是机器人的嘴巴 就是这个语音合成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打造符合我们品牌形象的一个专属的口音 那这边则是要去考量说 那我们所需要的语言 那我们能不能够正确的把它讲出来 那音调速度跟这个声音的特征 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的需求 然后我们每个服务里面呢 会提到的这些内容 比如说姓氏数字金额年代等等 这些需求我们能不能够准确的发音 甚至是针对这些特定领域的这些念法 比如说专有名词或是我们的一些习惯的用语 都要能够呢 依照我们的需要呢 正确的把它念出来 这些都是我们在设计上所要去考量到的一个部分 好 那假设现在我们要开始一个这个建制这个语音机器人的专案 那这边提供一个规划的一个脉络 给大家做一个依循上的一个参考 首先就是我们要去定义我们的这个目标跟问题 以及要厘清我们的这个使用者 包含哪些人 那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 以及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跟问题 他们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那这些都定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相对的去规划 机器人应该要提供怎么样的服务 同时呢我们要针对呢 每个服务呢去评估我们的一个预料的现况 因为我们会需要这些预料呢 跟这些资讯呢 来帮助我们训练机器人 或者是作为机器人回答的这个答案 那通常呢我们可以从我们公司内部的像KM系统 SOP客服的问答 或是比如说客服的录音档 来做一个来源的参考来评估说 那我收集这些预料 那会需要多久的时间 那够不够等等的来评估 那接下来呢就可以再更细部的去采用 所谓的情境模拟的方式呢去针对 每一个服务呢去做一个更细部的设计 那我们就可以去定义出 哪些服务可能是由checkbar提供 那哪些服务是由这个voicebar来提供 或者是说voicebar能够提供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哪些状况会是由真人来接手 或是我们可以去定义机器人的服务时段 这个都是可以去做一个规划 那到这边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大致上的一个脉络 那接下来呢就可以再更细部的去做 比较技术面的一个设计 那包含就是我要串接哪些内外部的系统 来取得部分的一个答案 以及呢我的流程上呢是不是会有一些配套的流程 比如说发送简讯呢或是检释付款的这个资讯等等 那我也可以大致的去勾勒一下我预计的建置的时程 那是不是要分阶段 以及我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系统的架构 跟我要采用什么样的工具跟产品 那依循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呢做更细部的一个规划 那这边提到这个产品跟工具的部分呢就会对应到我们的一个开发的一个需求 也就是说呢通常我们会需要去使用一个开发的工具或平台 那要开发出一个这个好的一个Voice Bar呢 这样的一个开发的平台呢就必须要满足几个部分的一个需求 那它要包含我们刚刚提过的这些核心的这个功能跟机制 比如说NLU FAQ或是这个多轮对话 以及像是语音辨识语音合成的这些功能 那同时它也要能够去整合我们的一个电话的系统 让我们的这一个机器人呢可以串接这个前端的这个各种管道的这个进线的来源 以及能够串接我们后端的这个系统的一个资料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重点呢就是在这个维运的部分 就是他们要能够提供很便利的这个维运的工具 让我们可以做到这些后续的这个维运跟管理 包含了大脑模型的管理 语音模型的管理系统平台的管理 以及要提供一些统计的分析的报表 让我们可以去掌握我们的机器人服务的一个状况 服务的成效服务的满意度等等 比如说它是不是有一些这一个对话是比较听不懂的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对话比较不足的部分呢去把它查询出来 那透过这样工具的一个意义呢就是说让我们后续呢 可以持续的去针对机器人做一个优化 那通常来说这样的一个优化作业呢 会比较建议还是由我们的客户这个使用者 自行来做这样的一个优化的一个维运 所以呢厂商必须要能够呢做一个技术的教育训练跟移转 让我们的这个客户单位呢能够自行去做这样的一个维运 那通常建议的分工呢会是包含这两个单位 第一个单位呢是做分析跟规划的一个单位 那他们要能够去检视我们机器人的一个对话的记录 跟服务上的一个成效 那能够知道说哪些状况是机器人比较不能够处理的 也就是比较听不懂的 那他们才能依照这样的一个结果来分析跟规划 我们后续优化的一些需求 那通常他们也会负责去整理像FAQ 跟一些意图相关的这些预料的资料 那第二个单位是负责开发跟维运的单位 那他们会需要负责这个大脑跟语音模型的一个训练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比较专业的训练也是可以 委员厂商来做一个配合 那再来就是他们要负责做这些对话功能的一个设计跟开发 以及这个系统的这个上板跟监控的管理 所以一个机器人的服务呢 要能够持续提供好的一个服务呢 其实都会需要这两个单位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合作 我们机器人的服务呢才能够提供的好提供的久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就来分享一些使用上的这个案例 以及我们会做一些情境上的一个demo 那第一个案例呢跟大家分享的会是一个 禁线语音导航的一个案例 那这边指的这个禁线的导航呢 就是说通常像现在我们打电话到客服专线 可能这个系统会回应你说 A服务请按1 那B服务请按2 他会透过这样的方式引导你去按按键 然后来选择服务 那当我们使用了这个voice bar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由voice bar呢来扮演 这个第一线的一个角色 也就是说呢voice bar呢 在第一线跟使用者互动 然后直接询问他所需要的这个服务 那使用者呢就只要直接讲出他需要的服务 那后续呢就交由这个机器人来做一个判断跟处理 那后续的判断呢大致上会分成这四种状况 使用者讲了我想缴费 那机器人可能没办法去一下子厘清他真正的意图 因为我并不晓得你所指的缴费是要缴什么费 那他就可以再反问他说 请问你是要缴信用卡费吗 那后续再跟使用者做一个更细部的一个厘清 那比如说使用者讲了 我想查信用卡红利点数 那这时候机器人已经可以很明确的判断 这是我的一个服务的范围 那他就可以继续呢往下服务 那做一个引导 比如说他就说请说出你的信用卡卡号 那后续就是透过这样的流程呢 去提供使用者所需要的服务 那第三个状况呢 假设使用者所讲的这个服务呢 并不是目前机器人他有办法处理的范围 或是项目 那他其实就可以串接回原本的一个作业的方式 比如说串接回原本的IVR的流程 那等于是交由IVR这边的系统来做一个接手 那透过原本的方式来服务使用者 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 假设使用者讲的一些敏感词 或是使用者讲的话呢 机器人真的听不懂 那这时候呢他就可以改 转接由专人来做一个接手 来做一个服务 那这样的好处呢 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去替我们节省一些这个人力 然后呢也可以节省这一个客户等待的时间 那通常这样的做法呢 因为不涉及太多细部的流程 那我也可以呢 做很少的异动 就可以很快的建置 然后呢快速的展现效益 那第二个部分呢 则是谈谈各种应用的一个场景 就是说呢 这种chap bar或是voice bar呢 其实在各种产业都已经有蛮多的这个应用 比如说在一般我们日常生活上 会碰到的这一个金融的这个领域 这个部分 那就已经有蛮多的这个单位 不管是银行证券或是保险 他们就是都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来提供这个语音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服务 像这个例子来看就是一个信用卡的这个例子 因为银行其实像银行来说他们有蛮多的这个服务 比如说台币外币信用卡甚至有保险等等 那我们也可以呢依照不同的状况需求 依照我们的状况呢 来逐步的去规划机器人所提供的服务 所以像这个例子呢 它是先提供这个信用卡的这个服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右边这边服务的项目呢 就包含了这个机器人所这个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的项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有蛮多的项目 其实都是现在的这个语音机器人都可以提供了 包含这个权益红利点数 申办进度的查询 甚至包含这个道路救援 或是你要查额度 你要做线上开卡 甚至补记账单等等的 这些其实蛮多的服务 全部都是现在的这一个语音的机器人 都有办法呢 来做一个服务的提供 那另外一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就是这个医院 就是健康的部分 那现在其实也有蛮多的医院呢 他们开始采用这个确拔跟voice bar 来提供这个服务 那尤其是在这个voice bar的部分呢 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个voice bar 来提供包含了这个进线跟外播的这个服务 那比如说在进线的部分呢 可以提供像这个挂号 然后呢 这个病床的查询 甚至你要安排检查 他也可以帮你安排 那你要异动 也可以协助你 或是你打进来想要转接 他还都可以协助 那接下来我来做一个 实际上的一个情境的一个展示 就是我们用一个医院的一个挂号的一个例子 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好 我是医院人工智能克服人员 请说出您需要的服务院区 例如 挂号 或是病床查询 我要挂号 请问您有没有转诊单呢 没有 请问您要挂哪一科哪一位医师 常卫科 请问您要挂哪一科哪一位医师 或是都可以 或是都可以 陈伯焕 问您要挂哪一天 例如12月4号早上门诊 或是都可以 9月30早上的 告诉我您的证件号码 例如身份证4号或病例号 1122 348 522 好的 你的身份证为1122 348 522 问是否正确 正确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刚刚这样的一个展示里面 我们就是实际 以一个挂号的情境 来跟各位做一个功能上的一个展示 那我们的背后的这一个机器人 他可以处理各种的一个挂号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他需要挂什么样的一个科别 那我们可以允许他用他习惯的方式来讲 然后呢 确认他所需要的这个日期时间 那也可以允许他用各种不同的他习惯的一个方式来讲 那我们会透过一个确认的方式来引导 然后呢 同时呢 然后让他可以来完成后续的这个挂号的一个服务 那刚刚就是所谓的这个禁线挂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展示 那除了这种禁线服务之外呢 那像在医院里面呢 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外拨的一个方式 等于是由机器人 机器人呢主动打电话 来通知我们的一个使用者 那来做一个这个外拨的通知 包含了这个住院的通知 停改诊的通知 门诊手术的通知等等 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医院都需要去询问使用者相关的这个TOCC的这个咨询 比如说旅游史啊等等 那这些的询问呢 也都是可以改由机器人来做一个主动的询问 来节省我们相关的一些人力的一个投入 那刚刚有提到外拨的这个部分 那他的应用呢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智能的一个电销的服务 也就是说呢 我可以利用机器人呢 针对我所需要的这个对象的这个名单 由他来自动打电话 然后呢先做一个意愿的一个探寻 比如说他会透过一些话术来向客人呢介绍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商品 然后呢跟他做一些互动 那他可以依照使用者的回应 来决定后续的一个判断 比如说这个张小姐他就回应了说好啊 听看看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马上转接由真人的这个销售人员来接手 那由人员呢来提供更完整更精确的一个销售 然后呢来这个达到销售的一个这个成效跟目的 那不过在设计这样的一种外波式的一个服务呢 通常要去考量的是 要怎么样用比较顺畅的方式来跟使用者互动 因为毕竟我们是主动打电话给使用者 所以也要考量一些使用者当时接电话的一些状况 如果我们判断说这样的状况其实不太适合再继续往下 那我们机器人呢就要主动能够结束 那避免造成客户的一些比较不好的观感跟反效果 那这个是在设计这种外波式的服务的部分呢 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地方 那第五个情境呢 这是我们要可以采用一些所谓的整合简讯的一个方式呢 来做一个流程的一个串联 因为我们的语音的机器人 通常他是没有画面的 所以假设我们后续有一些配套的流程呢 我们可以透过激发简讯的方式呢 来引导使用者 让使用者呢可以逐步的往下 所以像以这个例子呢 我在左边可以看到我是要申请一个扣款 那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些资讯来提供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使用者确认他的一个电话 然后呢 把这样的一个简讯呢 发送给他 那使用者收到这个简讯之后呢 他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要提供给他的内容 他可以点选或是做相关后续的一个操作 所以通常语音机器人呢 会是需要搭配其他的一些辅助性的流程 来完成我们整个业务上的一个作业 那通常简讯呢会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做法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一个内容 好那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呢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 谢谢威力今天丰富的讲座内容和应用情境分享 欢迎大家填写会后问卷 就会收到本次讲座的简报与影片回顾连结 接下来是我们的QA讨论时间 我们会解答大家于报名前询问的问题 以及在讲座进行中留下相关提问 也欢迎大家在问答结束前将想问的问题打在对话框中 好的想请教威力我们收到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语音机器人能否用于初期创业 好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它并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 而是说呢我们要依照我们的情境呢来做一个设计 那通常我们在这个创业的初期呢 我们可能要去考量的是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服务 是不是能够很具体的去定义出来 以及我们相关的这个所要回答的预料呢 是不是足够充足 那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话呢 其实应用在创业的初期呢也是可以的 那另外一个状况则是可以去考虑呢 在创业的初期呢通常我们可能会需要的是 能够去做一个流量的一个吸引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呢是由我们的机器人呢来提供 跟行销比较相关的这个宣传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服务 来替我们呢吸引一些这个新的流量跟这个使用者的这个关注 那所以其实是可以应用在这个创业初期的 那所以其实是可以应用在这个创业初期的 以上是我的回答 好的谢谢威力那我们进入下一题 请问威力企业导入后有办法自己违运吗 好那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刚刚也有说明到 就是说其实一般我们会建议呢 这个机器人呢一定要是要由导入的企业 他一定要能够自己接手做一个违运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只有我们自己企业本身呢 才是比较知道我们本身的一个需求 跟我们相关的这个要回答的这个预料跟整理 所以呢是可以由我们导入的企业去接手违运 那必须要由厂商呢去提供一套完整的一个教育训练 跟技术的一个移转 然后呢协助企业去订出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违运的一个作业 那当然也搭配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完整的一个工具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套呢 企业他就可以顺利的去接手 然后呢自己做一个违运 然后自己持续的去训练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让他可以越来越好 那以上是我的一个回答 好的谢谢Willie 那我们进入下一题 那这一题是来自我们现场的来宾WeiChain的问题 请问Willie如果国台语混合的话也可以顺利问答吗 这个部分呢针对台语的部分呢 其实都是要特别去做一个模型的一个训练 不过老实说这个台语以现在来看呢 它的成效并不会太好 可是如果我们有办法呢 针对这个情境去做一个特别的设计 比如说我是针对特定的这个对话 特定的应用 这个则是可以去考虑 不过大致上来说 以目前的这个台语的状况 都还是需要去做更进一步的一个训练 这可能就要看各家厂商 他们技术的一个成熟度 来做一个判断 不过大致上来说 这种国语一定是没有问题 那台语的部分呢 则是要再做更进一步的优化跟设计 那才能去评估它的一个可行性 以上是我的回答 好的 谢谢Willie 那我们下一题是来自我们之前收到的问题 想请问我们公司目前已经有在使用chatbot 会影响现有的模组吗 好 那如果你们目前已经有在使用chatbot 那其实你你们的一个优势是在于说 你们针对这种所谓的交谈式的互动 已经比较有一些设计上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相对你后续要导入voicebar呢 反而会是一个优势 就是说你会比较知道它的思维要怎么设计 那就技术面的一个影响呢 其实是不会有影响 因为通常他们会是透过不同的一个管道进来 那来做一个使用 所以两个基本上它会是在不同的一个管道 跟一个流程上来做一个执行 那另外一个部分可能你会有一个问题是说 那我可能会想要沿用我的这个chatbot里面 已经训练好的这个资料 那这时候呢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说 你的机器人还是要有一个自己本身独立的一个大脑 因为毕竟处理这个文字的这个思维 跟处理语音对话的思维还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让我们的voicebar呢 有它自己的一个大脑 可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voicebar的大脑呢 去跟我们的已经训练好的这个文字chatbot的这个大脑呢 去做一个相互的一个询问 去询问它相关的一些资讯 不过这个实际上的状况还是需要看你们chatbot的一个状况 才能看看能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整合 所以基本上对已经导入确霸的使用者呢 在技术上呢 其实不会造成太大的架构上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以上是我的说明 好的 谢谢威力 我们刚有收到现场来宾的提问 请问一套语音客服导入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好 通常这个问题呢 其实会依照你们所需要导入的这个服务 来做一个规划 当然如果你需要机器人提供的服务越多 那你的时间当然也就越久 不过通常我们以一个过去的一个经验值来抓 大概就会是可能九个月到一年的一个时间 好那这里面呢 通常我们会这样的评估是因为 可能要包含一些前期的资料的收集 然后呢做一个模型的一个训练 然后呢做系统的一个设计 跟系统的一个建制 那最后则是相关的一个测试 大致上还是会依循这样的一个流程 所以大致上来说各位可以把它抓 就是大概九个月到要一年的时间 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流程 不过系统还是要依照你们的一个需求 我们来做一个系统的设计 主要还是看机器人要提供服务的一个多寡 以上说明 好那我们现在问最后一个问题 想请问若要建置VoiceBot 会需要哪些部门或是人员的参与 以及如何建置后续的维运团队 好那这个问题呢 通常我们会这样来规划 也就是说呢会需要有专门负责分析跟规划的这个单位 通常是要能够熟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业务流程 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使用单位 那比如说如果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呢 是这个跟客服相关的 那通常可能就会是我们的客服部门 他们要来做一个协助 那他们就要负责去能够分析 然后呢稍微搜集这个需要优化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去收集这些客服的一个预料 那另外的单位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资讯单位 因为资讯单位就要负责相关系统面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部分 那不过在资讯单位这个部分呢 还是要依照不同的公司而有不一样 因为有的公司他们的资讯单位比较可以有开发的能力 那有些可能比较专注在维运 所以基本上还是要看资讯单位的所负责的这个角色 不过基本上还是会需要资讯单位的一个参与 那他们要负责比较技术面的一个部分 那至于这个里面是不是要涵盖到更细部的开发 他则是要看各个公司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有关比较纯系统面的一个维运 包含一些软硬体的资源啊 然后呢一些要整合的一些网络的一些设备啊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假设我们的这一个 语音机器人呢有涉及到我们的一个电话 那就会需要相关的部门也参与 就是负责这个维运这个电话系统的这个部门来一起参与 那让我们的这个整个流程呢可以做一个串接 那在后续的一个规划上呢则是说 我们要有人可以去能够做一个机器人的使用状况的 这一个分析跟查询 那我们才知道说那机器人哪些对话或是哪些状况 哪些服务比较处理的不好 那我们要透过一些工具的方式来协助我们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要有人可以做到这个模型的一个训练 那这个部分呢还是要依照每个公司的状况 那他的是不是能够有配置的人力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个部分也可以委由厂商来提供这个模型的一个训练 那也可以委由厂商来提供后续的一些类似优化的一些见解 我们可以请厂商呢来协助我们做到这些 机器人的这个优化的一个检查 来帮我们看看这个机器人有哪些地方需要做一个优化 那让我们后续可以呢持续的把这个维运做好 那以上是我的一个说明 好的谢谢大家踊跃的提问 也谢谢讲师的回答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那我们的QA时间就在这里告一段落 我们今天的技术小局已接近尾声 请大家扫画面上的问卷QR Code 或点选对话框里的连结给我们一些活动回馈 并留下您的联络方式 我们会将简报和连结寄给有回复问卷的朋友 请务必留下联络方式 不然会收不到连结哦 在这里与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是心力资讯 是台湾少数拥有自主研发量能的企业软体产品公司 我们拥有自有产品API及了管理平台 AI智能客服 RPA流程自动化 多样化解决方案如BPM跟先买后付 同时也提供客制化专案和资讯人力委外服务 服务产业横跨金融保险政府医疗交通制造业等产业 近期我们更收获了台湾精品奖 与中小企业创新研究奖等多项海内外大奖 是企业数位转型最信赖的专业伙伴 邀请大家追踪我们的技术共享专业论坛心力大学 今天大家参加技术小聚是由心力大学主办的活动 我们会不定期分享不同主题 也欢迎追踪我们的活动通页面 以及Facebook粉专就不会错过最新活动消息 想了解最新科技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部落格 我们会不定期更新趋势文章 最后我们也强力招募各方好手 详情请上FB搜寻TPI Thinker 或上104都有最新的职务介绍哦 今天的技术小聚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我们之后的技术小聚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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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